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好长时间了都没有把之前给我的这些留言挑出来 做一个回应 这一期呢 我就来回应一下这些留言 特别是批评我的 骂我的这些留言 之前我做节目说他们是五毛 我用智商碾压五毛 这种说法呢 当然听起来不是太好 不过呢 确实在我眼里呢 大多数人都是五毛 当然这个五毛也包括了自干五 自干五只不过是五毛的一种 不是说所有的五毛都是收钱办事的 都是来为骂而骂的 他们还是很多是自干五 自带干粮的五毛来过来骂我 他们的立场跟我是不同的 只能这么说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人的留言 这个叫Old MTB的这个人说 你可以宣扬打倒共产党 但必须有能力承担这件事 给中国带来的社会风险和社会责任 他一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有问题的 什么叫宣扬打倒共产党 你哪句话看到我宣扬打倒共产党了 我哪个视频号召大家去打倒共产党了 我没有啊 我就是把现在的一些时事新闻 做一个解读和分析 里边当然提到了很多关于共产党以前的黑历史 也提到了关于共产党现在的一些政策 一些措施 但是我没有宣扬任何人去打倒任何人 谁愿意打倒他 谁就去打倒他 对吧 谁有这个能耐 就去做 我只是做官其成 我不会鼓动和宣扬任何人去为此牺牲 所以说他第一句话就说错了 然后他说否则你就是蓄意想要祸害14亿中国人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 他总是想要代表这14亿人 这14亿人是不是会感到有人推翻了共产党 他们就会被祸害了 那是这14亿人的看法 我们从来不应该代表任何人 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不管你是支持共产党的还是否定共产党的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后面他要说 打倒共产党后的中国肯定不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民主国家 所有的强权国家都不会放弃 在中国再一次上演军阀割据八国联军的机会 在民主和自由的引导下 发展中国家打倒独裁政权后的社会混乱 难道我们看的还少吗 这句话不能说他完全错 但是很明显他是从来没有读过什么历史的 他的历史水平估计也就仅限于中学历史的课本 他把军阀割据八国联军都混在一起 这完全是两回事 还给了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说 在他眼里的发展中国家推翻了独裁的政权 就一定会社会混乱 这是他的一种看法 但是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 推翻了共产党 或者说推翻了独裁政权之后 国家更好 我们没有人是预言家 能够知道未来的结果一定是什么 一定百分之百的是什么 这个社会进程不是说我们一两个人 我们个人的看法可以改变的 强权倒台的时候确实很容易造成大的混乱 但有个问题是 哪个强权能够保证自己不倒台呢 哪个强权能够保证自己倒台的时候 不会引起大混乱呢 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出现强权 很多人都容易犯这个错误 造成一个本末倒置的现象 就是他觉得没有强权才会有混乱 有强权就不会有混乱 其实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有强权 当强权倒台的时候才会产生大的混乱 真正那个长期没有强权的社会 它是各方博弈的 它是有平衡的 它是有制约的 反而它不会产生大的人道灾难 产生这种大的混乱 树倒侯孙散 对吧 这个大树一倒 底下这些人全部都散开了 全部互相攻伐 造成大的灾难 但是这种割据现象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甚至各方都独立出来了 成为各个国家的话 反而取得了一个平衡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以后可以引申 再多讲一讲 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 专门讲到这个话题 并且跟大家聊聊 中国的古代的历史 他最后说恶政强于无序 当一个社会失去秩序后 最遭殃的就是它的底层人民 到那时人民想要的 就不会是民主和自由了 而是生命的保障 和免受饥饿的权利 即使到那个时候 你们仍然可以身处安全之地 大言不惭的继续夸夸其谈 你们可以永远的夸夸其谈 但却不会真正为人民负责一次 哪怕是就那么一次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那个能力 最后这段 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这里边说的一个没有错的地方 就是恶政确实强于无序 但问题还有一个 他没有更深入的了解 就是恶政导致无序 这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什么呢 其实说实话 我已经很绝望了 我已经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因为我们以前是改良派 我们一直觉得说 恶政强于无序 但是呢 这个恶政能不能变成良政 对吧 能不能越来越好 你可以慢慢的给人民自由 给人民民主 像邓小平最早的时候忽悠大家说的 我们先从这个村选举开始 然后镇选举 乡选举 市选举 省选举 然后国家的选举 对吧 慢慢的引入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 等等等等 他忽悠大家 但后来都没事情 就一个村选举 你这个上边的领导 都是指定的 你这个村 能够有真正的民主吗 当然得到不了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改革进行下去 而我们看到了8964之后 中国的这种政治上面的改革 基本停滞了 在最高层有一些改革 现在习近平基本全部又 全都回来了 这个终身制也好 定于一尊也好 不都全都回来了吗 所以说 这种改革进行不下去了 这种恶政 无法慢慢的变成良政 无法避免最终的倒台 和最终的无序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试图 向它变成更好 很多的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一直在努力这么做 建设所谓的什么公民社会 后来在2012年之后 我基本上就看清楚了 这种努力都是白费的 共产党不会改变 共产党它的本质决定了 它一定是守到最后一刻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所以说这种恶政 是持续下去的 最终最终 它会导致真正的无序 这种大的混乱 这个是我们都避免不了的 我们曾经试图避免 但是很可惜 我们看到这辆汽车 在朝着悬崖飞奔 所以说共产党的这种顽固 它的这种不思悔改 它这种不愿意 倾听别人的这种劝告 最终导致了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夸夸其谈 对吧 我的意见它也不会接受的 所以除了夸夸其谈 我还能干什么呢 下一个评论说 你的节目全是中国大陆的负面评论 好的不谈吗 我觉得很奇怪 你作为一个懂中文的人 你好的难道没看见过吗 你打开报纸 打开电视 打开网络 打开手机的新闻的APP的应用 不全都是好的吗 这么多好的 你为什么还要跑到我这来 让我说好的 你非要翻墙去听 别人在夸中国大陆的正面的评价 有必要吗 在墙内的这种夸耀 这种歌功颂德 你跑到外边翻了墙还想听 我做这个节目初衷是什么呢 不就是想平衡一下 铺天盖地的大外宣吗 不就是想平衡一下 环球时报 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 和成千上万个中国的电视媒体 电台 杂志 报纸 这些宣传的好的正面的东西吗 就是想平衡一下 所以我有点负面的东西 或者说 即使是我全部 这100多期节目都是负面的 那也是杯水车薪的 那跟那个大外宣比起来 跟中宣部的大量的 几十亿几百亿的那种宣传经费比起来 我这个算什么呢 所以我为什么还要说好的方面呢 我不需要说了 你要看好的方面 就直接打开新闻联播看就可以了 对吧 央视 北京电视台 所有的电视台 不都是一样吗 我觉得我做了100多期节目 天天讲这个负面的东西 我觉得 都是声音很小的 都是不足道也的 我跟这些大外宣比起来 甚至大内宣比起来 我都差得太远了 所以说我还得继续努力 多讲点负面的东西 要不然大家去找这个负面的东西 像大海里捞针一样 根本都看不到 下一个说 你每天带着仇恨 活着有意思吗 我觉得这句话呢 可以用在美人身上 我也可以说这些骂我的人 你们带着仇恨 活着有意思吗 天天跑这来骂我 对吧 你们带着仇恨 天天的骂美国 骂美国佬 骂洋鬼子 骂他们亡我之心不死 你们有意思吗 我也可以用在美国人身上 我看到美国人的那些自媒体 那些新闻报道 那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时政节目 天天的骂美国总统 我觉得也可以跟他们说一句 你们带着仇恨活着有意思吗 特朗普总统说一句话 签署任何一个协议 签署任何一个法案 然后说任何一句话 你们都能挑出来刺儿 你们都能开始 这个开骂半天 你们带着仇恨活着有意思吗 当这句话用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的话 它既是真理 它也是一句废话了 仇恨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吗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黑的白不了 白的也黑不了 历史大事 你们再怎么折腾 也改变不了什么 他说作者自己身在国外 怎么胡说八道 曲解事实都无所谓 发的视频 花点钱 让YouTube给你针对性的置顶 同事在在底下猛刷评论 随你高兴了 我很想知道 他怎么知道 这个花点钱 就可以让YouTube 给你针对性的置顶 如果他知道的话 请告诉我 我怎么花钱 能够让YouTube 针对性的置顶 我很想知道 他说同事在底下猛刷评论 他怎么知道那些人 是我同事 我觉得我同事要知道 我做这个节目的话 不骂我就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最后再看一条 他说你们要知道 中国的国家有13亿人口 如果像印度一样 都跟国外学民主 只能是一盘散沙 从油管建立到现在 我一直是看着 有很多骂中国政府的 都对中国政府不看好 结果是中国越来越强大 存在即合理 看到这个评论 我还是发现 这些读者 这些观众都不懂历史 什么叫跟国外学民主 什么叫印度 跟国外学民主 印度的民主 是跟国外学来的吗 而且印度是一盘散沙 没有效率吗 我想知道 怎么叫做有效率 你建个桥 没过几天塌了 你建个楼 没过几天倒了 这是叫效率吗 你是建的很快 so what 它没有一个 很统一的标准的 所以说你不能说 有民主了 就没有效率 民主制度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根据社会成本的计算 各方面进行一种博弈 最终实行了 设置了一个民主制度 我们看欧洲的民主制度 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它是一种尽量的合理化 和尽量的把成本压低的 一种社会管理模式 它跟学不学什么 一点关系没有 而且也不是说 就没有效率 它才是 其实民主制度 才是真正最有效率的制度 它可以节约所有的资源 可以避免大的冲突 可以实行这种 各方的制衡 能够取得一个平衡 能够让这个社会 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然后他说 他一直看见 有这个骂政府的节目 但是中国越来越强大 你这个国家其实越强大 大家发现没有 对这个政府的不满意的人 是越来越多的 原因就在于 你的强大没有真正给老板吸引实惠 你的强大 只是一个短暂的 一个回光返照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 他说的中国越来越强大 只是局限在改革开放 这三四十年 对不对 靠着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才有这三四十年 越来越所谓的越来越强大 我之前讲过了 这种强大 其实跟很多国家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 韩国的人均GDP 是中国的二点几倍 到了2018年的时候 经过这么多年 改革开放 这就是中国的所谓崛起 韩国的人均GDP 是中国的三点几倍了 从70年代的二点几倍 已经涨到中国的三点几倍了 如果你拿掉了西方国家 给你带来的人才 资金和技术 你还剩什么呢 你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呢 你不是还在搞什么阶级斗争 搞文革 搞大跃进吗 何况你搞的这些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东西 也是从西方学来的 也是欧美的东西 马克思难道不是欧洲人吗 你搞的土地改革 搞的阶级斗争 不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所以说我也觉得挺悲哀的 就中国的民族主义 这种感觉厉害了我的国 这种思想 实际上是没有根基的 因为你这些成绩 真的算不了什么 说白了就是人多 就是劳动力比较廉价 基本上就这些 最后他说这句话 我倒同意 存在即合理 没错 今天有中国这样的国家 有世界的格局是这样子的 它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很多节目里边 其实重点讲的就是 它符合了哪些逻辑 符合了哪些道理 然后我们通过 对它的分析 来预测未来的走势 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 一个初衷之一 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们下期再见